帝国理工南肯校区上学住哪里 马上就要入学帝国理工的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关注前段时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新排名 帝国理工的排名超越了牛舰 成为英国大学中的佼佼者 所以啊光明的未来正在你们前方 今天呢房姐就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帝国理工南肯校区周边的住宿 后续呢其他学校的住宿也会做相关内容 南肯新顿啊位于伦敦市区 它是伦敦最贵的地方之一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基本上全都是老房子啊豪宅 适合咱们年轻人住的这种社区其实是比较少的 但如果啊你想把通行时间放宽一点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找的 比如说啊知名的富人区切尔西 其实呢距离帝国理工的老校区南肯啊 就是两个英里左右的距离 自行车去就很快 或者呢拼个Uber价格也合理 那如果坐公交的话呢还有值得啊 你要知道切尔西的住宿素质是非常高的 林泰晤士和野进而且呢是非常棒的中小学学区房 后转卖也方便 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看看长江实业开发的超级Waterfunk 非常漂亮的核顶项目 以及呢伯克利开发的更靠近国王院内秀的Picture Park 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大开发商的高品质项目 家长会非常喜欢 如果你在南肯上学啊 咱们也可以考虑过河去现在非常火的 大河西发电站那儿找房子 比如说Princilville Strike 威尔士亲王府这个项目 去学校呢也就是不到三英里 巴特西这块不仅有超大的新的内商场生活方便 而且呢因为紧连学校以及好的学区 所以也有不少稳定的富裕家庭在这儿生活 另外啊帝国礼物老小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它通蓝色的Picture Valley线 以及District和Circle线 那如果买房你的预算想控制在50万胖上下呢 那么蓝线往北 预线往东都有很多通勤的选项 通勤时间呢也都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来问我 每年开学季啊 这些大学旁边的住房啊 都会因为需求上升变得供不应求 所以啊真心建议各位同学和家长们 咱们找房要趁早 下期还想看哪个学校的住宿介绍 欢迎评论去告诉我 咱们马上安排 拜拜 拜拜 好